在罗冠中的小说里,孔明曾经对鲁肃说过 如果一个梁将不通小天文地理,奇门遁甲等等,就与庸才无疑 他之所以答应周瑜布置的界线任务,就是早先就预料到后来会有大悟 所以草船界线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 这场仗虽然打得漂亮,但是不得不说 这位满腹精录的大才子只擅长计谋战,而不擅长攻坚战 凡是打仗,不想两个计谋对付敌人,就总觉得要舒适的 而在三国志中,陈寿却称孔明基本上就是个后勤主管 打仗几乎都是刘备主持大局 著名的汉中战役就是由他指挥的 参谋是法政,跟孔明没有半毛钱关系 另外,书中还评价他擅长治理军队,计谋方面不是他的长相 治国安民的本事也比军事才能要高 这个评价对于孔明来说还是比较符合的 这类统帅带兵非常讲究,号令严明 遇到变故也不会发生暴乱 不过如果相比其他部队 其犀利程度和作战速度的方面上就明显欠缺 换句话说就是擅长防御而不擅长进攻 再看孔明打仗,他基本上都没有能够直接破敌 非等着对手满世界追他们跑的时候,才突然反击一招制敌 例如那王双等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孔明治理军队还是有一套的 所以才能让司马懿对他佩服不已 因为相比于他,前者治理军队就比较粗糙了 还被孔明收拾了好几次 甚至在孔明死后还被姜维唬了一把 也不是说孔明没有过正面碾压的战绩 例如平定南越等战役 但那些都是整体实力较对手高一个档次才完成的 另外,那联合东吴一起对付曹盛项的作战方针 也是他提出来的 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孔明的政治能力远强于他的军事才干 另外,孔明出山时向刘备提出来的龙中队 可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战略思想砍模 反若当时没有损失荆州,二爷也没有被孙权杀死的话 那么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孔明的政治谋划差一点就成功了 但事实就是他失败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结果 所以从那时起,所谓的龙中队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局势 他需要调整思想,重新为未来谋划 因此,他这一生最失败的地方 既不是没有培养出后继之人 也不是在接近之战失利 而是固执己见 始终认为北定中原才是他一生要去做的事 这种思想到最后使他近乎疯魔 导致他后来甚至变立了原先欲想的轨道 抛弃了龙中队里面的规定原则 开始变得非常顽固 不注重修养生机 而是一门心思的想培养军队北伐 孔明始终都在执着于一件近乎无法完成的事 他没有鲁肃和司马懿那般坦然 他们都知道汉氏已经没有复兴的希望 能够保持天下三分的局面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因此,司马懿劝解孔明 除去了为避免战乱之外 也是想给这个鞠躬尽瘁的忠臣指一条名路 只可惜他对别人的意见已经完全听不进去 龙中队对中赖以为生的荆州已经失去 可是他仍旧强行北伐 在不试十一的时候做这件事 只能是白费力气而已